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歌曲 杨茜 河茜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什么原因我也不方便再多说 后来才发现是这个状况 然后我们虽然 可是都已经买了 所以我们就还是有整理 所以我们就是也花了很多心理跟财力 去整理这个房子 然后可是一直不敢上来 但是后来状况一直没有好 就觉得说 也不能整理好了 然后也不能一直放着 我们就这样放了两年 然后我们一直到去年十月才搬进来 现在状况真的比一开始好很多 但是还是很臭 然后因为开始我们也想说 我们就和平相处 然后我们也就是很愿意帮忙他们 就是帮他们倒垃圾 然后一开始他们家那个立板是那种 有点像烂泥巴那种 然后我们因为我弟弟自己本身 有在做那个口水 他有在 所以我们就跟 跟那个亲戚借工具 然后帮他把地板那些烂土 全部都打起来 我们就三个姐弟 然后全部去帮他弄 然后亲了三十几代的那些 那些对 那些废弃的那个土啊 或者是水泥 他的儿子其实也很困扰 他对于妈妈这样子的行为 他也觉得很困扰 他也不想要妈妈 就是继续做这个事情 可是妈妈就会觉得说 那些是他的宝贝 那些是他的财产 好 有关凤山无甲路 这个民宅堆积 回收物 造成脏乱的这个问题 环保局在 108年9月到现在 总共有告发了32次 那整个财处已经有28件 那财处的金额呢 从最初的1200块 来到2400块 3600块 4800块 以及6000块不等 那么我们目前总共财阀的金额呢 是12万6千元 那其中经过相关民众的陈情 那环保局呢 也有到现场 曾经有动员这个区公所 那有召集了相关的单位 包括警察单位 环保单位 以及里长 还有志工 那总共有协助清除了两次 那这个案子 后续环保局 都持续有在做入案的追踪 跟机查 目前我们去查起来的结果 这12万6千元目前都没有去缴交罚款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已经都以送强制执行 那当然这个儿子发现父母有这个行为 他也经常的去规劝父母 尤其是母亲 希望不要再堆制这些物品 造成邻居的困扰 但是父母可能在这方面 有相关囤积症的这样子的一个 症状的一个情形 那所以并没有 这一个听从儿子的规券 我想做一个很大的 我们知道 说明有什么 没有 有什么 有什么 没有 没有 做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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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